HELLO 大家好,我是笑 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 打开小费 惠惠,我就跟你说 昨天晚上我接到我们小编 半夜打电话来 他跟我哭诉说 他曾租的房子 然后屋主的房子被打开了 那他现在到底还可不可以继续住啊? 答案是可以的 如果你的租约还没到期的话呢 是可以继续住的 因为买卖不破租令 所以说如果你到期了 那你就可能要搬家咯 我有个问题哦 那我现在的租金 要交给旧屋主吗? 因为旧屋主都被罚拍了 那如果说我交给他 之后我拿不回我的押金怎么办? 在实务上呢 其实我们是要把租金交给原来的屋主 但是因为会有押金的问题 租客会觉得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可以跟原来的房东在协议说 那是不是把我的押金抵付未来的租金 这样子 这是个好方法 就是当我一知道说 他的房子可能被罚拍的时候 我就可以先提出这样的 去做一些协商就对了 是 我还有个问题哦 那之后如果新的屋主来了 那我要跟新的屋主签订新的合约吗? 答案是需要跟新房东签订新的合约 但是你的租期、缴付方式 还有你的租金必须跟原来的租约一样哦 以上的方式都是比较好处理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遇到比较棘手的案件 还是建议你找我们法拍的专业人员 各位观众 我们听法拍会说 感觉好像很简单很容易 其实在实际上 遇到很多很多棘手的问题 那如果不论您是租客 或者是开店人 如果有遇到任何法拍棘手的问题 还是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做洽询哦 拜拜咯 拜拜